救護車迅速抵達醫院之後 兩名救護員立即將理性男子 送往急診室進行搶救 經過急救之後 理性鐵工已經恢復意識 但還是有輕微的高溫症狀 受到太平洋高氣溫的影響 最近華聯地區高溫不斷 布岩監測站甚至出現39度的高溫記錄 醫師也提醒天氣炎熱 補充水分時也可適時的添加鹽巴 如果說有流很多汗 水分流失的話 記得補充水分 但不能補充白開水 可能要加一些電解質在裡面 或者加一點點鹽巴都可以 根據衛福部統計 今年因熱傷害而就醫的人數 已經來到266人次 接像局也呼籲民眾未出時要注意防曬 多補充水分 慎防熱傷害 原色新聞在Lobby's 華聯獸峰 華聯市採訪報導